如果不是親身試圓 我都不敢相信 還會有這麼良心價的香檳 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天要介紹的是幾乎沒有人提的 超小龍香檳 這間酒莊莫說中文的資料 就算你用英文找 找到的料都是少之又少 如果不是幾年前 女王級酒瓶家 在一篇《氣泡酒推薦》中提過 我想我都不可能認識這間酒莊 他們這麼鮮為人知 是因為這麼多年來 都是一代全一代的西裝 整間都只有幾個人打理了 理所當然 Marketing的部分就欠奉了 最多最多 都只是在Black Label上 寫完所有Technical資料 期望會有有緣人式貨 而且絕大部分的出品 都已經被法國本土自己舔了 所以這次買完這水之後 我都不敢保證之後還買不買到 不過放心 我會把還買到的連結 放在留言區置頂 這個家族在19世紀的時候 只是很普通的農夫 專門供應提指給上一集的VCP 後來第一任莊主 和Gaston連兩個朋友一起同撈同煲 在1890年創立自己的酒莊 可以說是第一批小龍香檳 家族傳承到現在去到第五代 都已經有百多年歷史了 平時我介紹酒莊 都會講一下他們的法績史 不過這次真的沒有這麼多患海其成 但是我認為對它最大影響的 應該是1911年的香檳分級 1911年香檳河業總會 為他們的三百多條酒村 劃分一個類似Burgundy的分級制 用一百分來做Scale 出品要在平衡、層次和集中度 都領到滿分才有資格叫做Grancou 其中一樣差一點的都只能夠叫做Permacou 在這麼嚴格的準則下 三百多條酒村中 只有42條村拿到Permacou 而Grancou更是少得可憐的17條 為何突然浪費這麼多口水說這件事 是因為On here Besson的酒 全部不是Grancou就是Permacou 單憑這字 它其實很有條件將酒賣貴很多 而且我試過幾款酒的質素都非常高 有一款Garton & Lewis 與其說它是香檳 它更像是有氣液體版的蘋果金寶撻 新鮮蘋果汁的味道配搭Pastry的麵粉香 連它溫柔的氣泡 就連不喜歡喝碳酸飲品的人都會對它愛不惜手 不過我最推薦的是它們的Grancou Jose 風格跟它們酒莊一樣親民樸素 沒有其他Jose的藥水味 而是突出了溫柔的花香和士多啤梨 感覺就好像在蒸花樹下咬了一口士多啤梨瑞士卷 而且最重要 它真的好划算 先不說它是Grancou Jose Champagne本來就買得貴過一般香檳 為什麼Jose會貴一點? 這個定律來的吧 你平時出街隨便買一支香檳Posay 限定都要400元 現在這支Grancou說的都是360元 便宜到盡還可以320元 當然話不能說盡 如果你心目中有更划算的香檳 一定要留言告訴我 我會幫大家試試 最後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們很多款酒的類型都是單車圖案 話說它們上任莊主 是一個單車愛好者 就連它們官方YouTube Channel的第一條片 都是玩越野單車 那你想到它們的酒莊Marketing 是有多厲害 想認識更多底音的酒 記得訂閱這個Channel 我們下條片見 對這支Grancou 請問一下 我們下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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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